台湾持续研发自产的武汉肺炎疫苗 目前进入第二期的临床试验 预计要收3700人来受试 而现在就有一人自愿受试 就是吴灵山了 他自愿施打成为演艺圈内的第一人 他还带老婆、岳母等十位家人一起参与 那根据了解 吴灵山在11号的时候 是跟老婆黄从兰到内湖三种施打第一剂的疫苗 打完之后没有感觉到身体不适 他还说现在感觉蛮好的 那预计28天之后还要再打第二剂 甚至还要多次抽血追踪抗体浓度 总共需要到医院报到7到8次 不过意外的是 这样还可以领到13500块的酬劳 那吴灵山他也透露自愿受试的契机 是因为在过年的时候有看到消息 觉得可以帮台湾尽一份心力 而在事前他也有稍微研究过疫苗的成分 判断安全无余才决定要试试看 他也笑称自己是热血青年